族群很多的台湾有非常多元的文化 14个原住民部落更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次华山英文中心就邀请了12位当代原住民艺术家 共同展出他们的部落文化 来自阿美族的乐团 唱部落的民谣 而且每一件乐器都是自己手工打造的 台湾族的音乐家桑梅娟 她改编传统古调 还到学校开班授课 希望能够把部落精神传承下去 用鼻笛吹出阿美族的民谣马兰姑娘 她是卡庚乐团 每一件乐器都是团长邵多乙彩带手工打造而成 她用竹炭取代原本的材料 让声音更清脆更响亮 还自创莫拉克迪 用巴巴风灾的漂流木制作乐器 华山艺文特区邀请12位原住民艺术家展出原住民当代艺术 从绘画表演以及装置艺术等不同面向去呈现他们的故事 来自泰亚族的米露哈勇画了一大片的筑麻 这也是泰亚族最常用来编织衣服的材料 穿戴整齐的族人 带着一家大小准备狩猎 最后是成群的山珠奔跑在大地上 用三幅画作描绘部落从诞生到孕育的过程 阿美族范志明把巴巴风灾的漂流木制作成吉他 在刻上阿美族大洪水的传说 呼吁人们要和大自然和平共处 我是来自屏东山立门乡 青山村的孩子 我叫桑梅隽 排湾族桑梅隽同样也是表演艺术者 用情歌诠释族人害羞内向的个性 他其实是在早期的时候 他是卢凯族的歌谣 然后因为跟排湾族拉伯尔族群的女生结婚了 所以把这首歌带到我们的部落 那这首歌是一首情歌 就是他在追求这个女孩子的时候 在唱的一首情歌 每件作品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也都是这片土地上多元而精彩的部落文化